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早安 我们看了诗篇二十三篇的前面三节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读这诗篇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它的转列点 前面三节 诗人大卫都用第三人称的他 他使我躺卧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来到第四节的时候 大卫经过死因的幽谷 他和这位生命的牧者 关系更亲近了 所以从他和我的关系 转变为你和我的关系 死因幽谷 指的是人生的痛苦和患难 一种几乎接近死亡的困境 我们时而听到有人得了重病和死亡搏斗 对那个人来说 那是死因幽谷 《撒末记》上二十三章记载扫罗王天天寻说大卫的命 那一段日子 对大卫来说 也是死因幽谷 有这样的记载 在巴勒斯坦有个地方 名叫做死因的幽谷 那时要到另外块青草地 必经之处 两面山峰高耸 谷里面因为没有阳光 而非常的阴暗 有些地方中间是空的 需要跳过去 牧羊人赶羊的时候 叫羊一头一头的跳过去 有时羊掉下去了 牧羊人要用肝把它给勾上来 羊群走过这个死因幽谷 他们并没有进入或住在死因幽谷 牧羊人带领羊群经过死因幽谷的原因是 在另外一边有更多的青草地 路途艰险 但是因为有牧羊人同在 羊群无需害怕 杖和肝都是放羊的时候用的工具 杖比较短 用来俗点羊群 拯救羊群 赶散野兽 保护羊群的武器 肝是长棍 顶头有个弯柄 用作手杖 可以引导羊群 也可以把掉进坑里面的羊枝给勾上来 我们的大牧者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异路 然而 一路并非都是平坦的大道 上帝允许我们的死因幽谷 是要缩短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地经历到神的同在 跟随主的人 有上帝的带领 扶持和保护 还有神的话语跟应许 我们要被当强 我们要被更新 我们要得到永恒的安慰 弟兄姐妹们 我们正在走过不同情况的死因幽谷吗 让我们记得前面所提过的牧羊人带领羊群经过死因的幽谷 是因为另一边有更多的青草地 我们的主允许我们走过难处 但是他要引领我们到青草地去 盼望上帝的话语天天激励我们 更新我们 安慰我们 主祝福大家 阿们 阿们